高雄日前发生了机车歧视的车祸 结果是摔车了 还造成了重伤 歧视骑道是摔到了 颅泪出血 人都还在家务病房抢救中 不过警方的说法是说 男子是自摔 但家属无法接受 质疑如果自摔 为何能从坑洞摔到地点 还隔了20公尺 从监视器红圈处 可以看到一辆摩托车 跟着车正往前 却突然连人带车滑倒 没多久就护车和援京抵达 家属接到消息也赶到医院 做笔录 车祸到底怎么发生的 家属自行到两区消防队询问 却像踢皮球一样 一点讯息都没有 其他的案件完以后 他还是要去那边 他没有去 到晚上12点多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冤寂 很消极就一直说 他就是自摔啊 自摔怎么可能 会从一个坑洞 然后到他真正倒下来的地方 有20公尺这么远 而且是连人带车耶 6月2号摔车的骑士 是小杰的爸爸 事件造成他炉内出血 现在还在加护病房救治 家属真的很想知道原因 却碰向远警 只根据目击者说的自摔 而不积极侦办 目击者表示是 撞到路面坑洞 自行滑倒 可是因为当时是下班时间 经过的机车 数量也是蛮多的 所以是不是 自摔或是有 与他车发生差状 这个部分 我们还要继续调查 看着爸爸因为不明原因 人还躺在医院 小杰真的很着急 碰上远警态度不积极 当然更生气 只是交通远警根据监视器 也没办法判断事发原因 只希望有更多线索出现 才能找出事故原因 记者杨宗明 高雄报道